魏全龍和中信兄弟三連戰最後一回合 繼續在台北大巨蛋登場的龍象大戰 前半段的比賽跟前一場有一點類似 兩邊又是精彩的投手戰 都能有效壓制對方攻勢 四局上半魏全龍的先發洋投艾普勒 讓陳子豪揮棒落空吞下了一張國王笑臉 送出他本場比賽第5K 這個半局演出三上三下 而黃山君這天由正凱文掛帥 四局下雖然讓新手爸爸郭天信 敲出了安打上壘 不過下一棒的蔣紹鴻這一球 星辰雙殺讓鄭凱文變相 也演出了三上三下 前五局兩邊的先發都力保不施 而鄭凱文在六局下半先碰上了危機 一出局之後遭到了郭炎文 跟跪跪跪跪拱罐接連狙擊敲出安打 一二雷有人的情況之下 黃山君緊急換上王凱成上來拆炸彈 而王凱成沒有手軟化身拆彈專家 只花了兩顆球就拿到後續兩個出局數 劉激鴻 郭天信一個飛球一個內野 滾地球出局 汪凱成成功解位之後自己也相當振奮 不過這天在投手秋上最亮眼的肯定是艾普勒 主頭八局微風八面 總共標出了七張國王笑臉 八局上又是三上三下的發揮 封鎖黃山君打線 演出優質先發的內容 東向火力前九局都沒能串聯 兌換成為分數 系列賽最後一場要加班打延長 來到了十一局上半出現奠定勝負的霸氣一擊 中信兄弟換上張志豪代打 他展現超強心臟面對陳宇勳選擇強攻 結果一棒扛出了全雷打大強 是一發2 round shot 張志豪本季第八轟 生涯第七支代打全雷打價值聯成 帶領中信兄弟總算突破僵局 而最終是以2比0帶走勝利 也搶下了系列賽的勝利